如果要統計什麼 統計細索的佔比 而且可能取得前五名的話 那要怎麼做 其實首先第一個 當然你把優標放在這個範圍之內 的任何一個儲存格 你不要放外面 因為它會自己去把這個範圍自己擴大 自己抓 其實範圍應該是A1 一直到1的哪一個 1的這個最下面 1的58 不過你不用選 其實理論上是要選 但是我覺得選 它會自己抓 所以你優標放裡面 插入樞紐分析表就OK了 接下來大家會先問你說 你要選的範圍是不是A1到158 對 沒錯 OK 按確定就好 那第二個的話 你要怎麼知道說細索的佔比 所以細索這個 所以你可以在樞紐右邊 樞紐分析表欄位這邊 那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要統計的很簡單 就是細索 主要的就是細索這個欄位的話 那很簡單 請你把細索的這一個欄位名稱有沒有 把它拖拉到列 列的話是主要分析的清單 它會自己幫你把資料 不重複的清單幫你產生出來 OK 比如說可能很多不同的細索 它就只有留下一個當代表 第二個的話再把細索拖拉到值 它就會幫你算幾個 比如說教育系一個 再一個教育系兩個 教育系三 有點像投票的感覺 幫你加起來 所以我們就直接把細索拖拉到列 有沒有 這個就有不重複的清單 再把細索拖拉到值 值的話就算數量有幾個 那你會發現它幫你算出來了 總共呢 哇 有總共這麼多啦 總共有29 然後減掉3 那就是有26個科系 那問題這麼科系 好像很多都只有一個同學選 所以我如果要抓最多人 所以最後的話呢 應該是 我只要把那個數量大的排在前面 數量小的排在後面的話 那我需要排序嘛 所以排序記得 郵標請你放在B4裡面 然後在資料 上方有個資料標籤有沒有 再選擇 越來越少的話就是Z到A 越來越多的話就A到Z 排序這邊嘛 排序的左邊有個Z到A 請你把它按下去 這樣就OK了 記得喔 郵標是放B4 然後再到上方有一個資料 找到Z到A 按下去其實OK了 它就排序了 有沒有看到 排出來了 所以看得出來 第一名是音樂系 第二名就是又加科學系 第三名教育系 一絲類推 好 那當然如果已經把這個畫出來之後的話 那當然因為它是一個表格啦 數量 所以如果我想要把它圖像化的話 那當然最後你其實可以再到上方有個叫資料分析表分析這邊 找到叫樞紐分析圖 因為我把它圖像化嘛 所以你可以再插入那個樞紐分析圖 然後接下來它會問你說 請問一下你要哪一種圖啊 有沒有 所以你就把它排序之後 排完之後呢 記得郵標一樣放這裡面 然後上方找到這個樞紐分析表分析的樞紐分析圖 那因為我要的是一個細索的占比的統計圖好了 有沒有 那你就是直接找到什麼 找到圓形圖 OK 那圖就會出現啦 圓形圖點一下 這邊出現了 OK 確定 它就幫它統計出來了 OK 然後把它放大一下 那一般習慣這個圖其實會有一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上面那個合計 這個應該就不對了 這應該叫 我們給它一個名稱 認一點合計 給它一個比較正確的標題 也許叫什麼 細索 來 占比好了 占比統計圖好了 OK 給它一個名稱 然後呢 把它的顏色改一下 這樣黑黑的感覺不好看 所以請你點一下框框 然後再切到常用這邊 找到紅色的字好了 這樣比較明顯 字的話就要放大 一般習慣把它放到20號字好了 然後再加一個粗體好了 這樣子 感覺好像嗯 當然你這個也可以往其他地方再放一下 好 第一個OK了 欸 圖有出來了 然後你可以看到啦 它這邊會占比啦 顏色也給你了 只是說有一個缺點 什麼缺點 就是這邊 這個叫圖粒 圖粒呢 跟這個圓形 感覺好像自己看著看著有點累 顏色實在是分得不清楚 所以一般習慣是會在上面自己 直接幫它加個標籤 所以如果你要加標籤的話 按右鍵 直接這邊有個叫新增資料標籤 那我建議你可以用圖縮文字 它就會顯示出來 有沒有 馬上呢 把哪個科系占比多少 直接幫你標上去 我感受一下 有沒有 記得喔 直接喔 記得喔 怎麼選 先點一下這個圓的 它會全選 再按滑鼠右鍵 選擇新增資料標籤 再選擇圖縮文字 這個選項 當然啦 其實加標籤不是只有圖縮 上面好像還有一個資料標籤 不過那個資料標籤比較麻煩 我建議你先不要用好了 我們先用圖縮文字好了 不然資料標籤你加上去 它會變這樣 給你一個數字 其實還要設定啦 只是不難 但是我想有點複雜 對你們來說 所以我把它用比較簡單的 圖縮文字 好 那當然你想說 老師這樣清楚很多了 可是 太多了有沒有 所以乾脆可不可以 老師只要留下前五名好了 其他的就不要顯示好了 不然這樣太混亂了 我們的重點是希望知道 到底選客的哪一個科系最多 其他比較少的我們就不顯示 所以最後如果你要讓它不顯示很簡單 關鍵就是這個機關裡面 把前五名找出來 那如何把前五名找出來 它的機關就躲在列標籤的右邊 這邊有一個按鈕 有沒有 那你就把它點下去之後 找一下有個功能 點一下有沒有 它有一個叫值的篩選 其中的話有沒有 叫做前十項 那你說老師我只要前五項就好啦 這邊前十項可不可以改 可以改啦 OK 所以記得你就是點這邊一下 點這個標籤 點這個 然後點值的篩選 前十項 然後你點它一下你會發現 它會問你說是不是預設是十項 但是你可以把十改成五就好 但是前五名了 你按一下確定之後的話 它會變怎麼樣 有沒有發現前五名 不過你說老師不止五個 因為有重複同樣名次的 所以都顯示出來 不影響已經清爽多了 OK有沒有 那最後如果說老師 我想說把第一名音樂系的那塊餅 有點像那個 應該你們看過那種佔比 最大的把它拉出來有沒有 所以如果你假設 那個英文名稱是叫做Explosion 中文翻譯叫炸開 所以如果你要把音樂系炸開的話 就是一點全部 二再點一下音樂系這塊餅 三的話按住它不要放往外拉 它就出來 OK 所以tempo應該就跟跳舞一樣 一二三就OK了 有沒有 節拍要對的話應該就不會 一二三按住不要放往外拉 那就OK了 有沒有 所以那個tempo抓住的話 其實操作這個軟體 真的滿簡單的 但是你要知道整個 它的步驟節奏對的話 就OK了 有沒有 馬上把最大的那塊餅 拉出來了 你會發現 哇 數據這樣一看 其實就簡單了 有沒有 那你資料越大 做這個統計你就覺得 哇 越有感覺 馬上可以知道說 最重要的數據應該往哪個地方去看 OK 好 所以第一個的話 最後我們把這個工作表有沒有 把它改一個名稱 也許把這個 它的那個標題字把它複製 這個上面這幾個字 我喜歡是把它Ctrl C 然後把底下這個工作表E有沒有 點兩下 把它貼上 趕一下好了 不然的話它名稱工作表E怪怪的 切過來就原來的資料 A班嘛 然後細索上筆圖就出來了 有沒有 馬上可以統計出結果 馬上得到 有沒有 這切回來就原始資料了 如果你要做下一個統計的話 你就可以再繼續插入樞紐分析表 統計年期了 OK 所以年期我想比較簡單 請各位自己玩玩看 有沒有 所以 記得剛剛是什麼 這個先油壓放這邊 插入樞紐分析表 然後把細索拖拉過來 細索拖拉過來 這邊其實你可以把它排序 有沒有 資料排序 然後再來的話 其實你就可以直接把它前十項就好 前五項就可以了 然後再插入樞紐分析表 就可以得到最後這樣的結果 OK 試一下 我們先下課休息一下 待會再來看